三月十分这名穿着反光背心的 是台中东市分局的东信派出所所长洪存孝 他站在大马路上挥着手不断疏导交通 但下一秒 一辆从对象要左转的车辆 因为晚上视线不好 没有注意到这名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 车辆完全没减速就直接撞上洪信所长 仍当场倒地松衣 这无车道场所长还倒在地上 身体有多处的擦措伤 索身松衣后人没大爱 目前已经返家休养 这起车祸意外发生在十六号晚上九点多 当时在石冈和新社的交界处 有路数倒塌影响了交通 附近的派出所所长洪存孝 或报道场在向东口指挥交通 疏导车流却被车辆撞上 人民包幕为了民众的行车安全 夜晚出勤疏导交通却非来横祸 警方提醒民众夜晚行车要更加留意 才能保护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欢迎订阅一张追君 谢献宗台中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